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海峰老家探望许久不见的父母 在家里仅仅待了三天 她就匆忙结束假期 急着赶回上海工作 临行前 年过六旬的母亲 向这个从小不在身边的儿子 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母亲摸到头发给我说 说起来你从小离开家里 当时战争疯乱 你回不来 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解放了 社会比较安定 交通也开始恢复了 但是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 希望你经常回家来看看 我门口答应 我说我一定回来看看 但是离开之后 我三十年之后才回家 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 为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 黄绪华没能够履行 对母亲的承诺 这既是他无悔的选择 也令他心中长存愧疚 当时黄绪华奉命 从事着前苏联军用舰艇的 转让制造工作 正是这段经历 使他在一年多以后 被选为最早参与我国 核潜艇研制的 二十九个人之一 由于核潜艇 在任何国家都是最高机密 组织上招每个人都谈了话 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点 这个任务 是个政治任务 是个国家重点任务 你必须 努力搞好的工作 不要辜负党 同于人民对你这些任务 这个是没问题 第二点 这经历性很强 进来你再干一辈子 不容许你再出去 就算你放了错误 不能干这工作 你也不能出去 准备在这个打烧卫生 干一辈子 第三 要隐性埋名 当一辈子无名声 我门口答应 但是表达 我会淡泊 我给家里 给同学之间的 关系 绝对不会暴露 我在什么单位 干什么工作 单位的心得是没问题 将写的 科手的能源 对于黄旭华来说 做出这样的承诺 是心甘情愿的事情 1945年 黄旭华考上了 上海交通大学 传博制造系 读大学时 他就加入了地下党 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 在入党转政的思想汇报中 黄旭华曾经写下一段 令他至今刻骨明心的话 其实我记得 列宁当时 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如果党同学们的需要 需要他一次把事留下 没有问题 一次把事留下 如果不是这样子 需要我 这需要一滴一滴地慢慢留 一直留到需要没有为止 我觉得要准备 皇上任务 让事一定一定留光于止 而且民生难免 还不需要我把事留光 所以 有少话事 就在黄旭华他们 许下誓言的时候 国际上对于核潜艇 这一新兴武器的研制 正进行的如火如土 1954年1月 美国第一艘核潜艇 英武罗号下水试航 1958年 前苏联的N级核潜艇 开始服役 而英国与法国 也正在积极实施 核潜艇的研制计划 那么核潜艇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武器 为什么世界上的强国 对他都如此狂热呢 早在1620年 荷兰人德雷尔就设计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潜艇 由于隐蔽信号 在战争当中 潜艇可以神出鬼没的给敌人的运输船舶和战斗部队施加致命的打击 被公认为海军作战部队里的一支净旅 然而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随着反潜技术的不断进步 常规动力潜艇的自身弱点也越来越明显 动力不足这个致命的问题 始终威胁着潜艇的生存和战斗能力 当时所有的潜艇 他的动力是徐建车 叫采用机 在水底下航星靠水电池 水电池的能量有限的 功率也不大 在水底下航星速度不高 而且如果在全功率航星大概一个钟多 水电池的能量就消耗过 低速航星可以维持一天两天 但是不管真正 一般来讲 他到往上 他活着下 活起来 启动柴油机 一边航星 一边在水电池充电 他一佛上来 他就暴露自己了 他原来凝聚性命 他不仅暴露自己 他自己的生命 也受到很大的威胁 二战结束后 随着原子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以核反应堆为动力的核潜艇 应运而生 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 他有着极为明显的优势 第一 他可以长时间的埋伏着解析 他不用活上 他有很大的能量 他一切的生活 所持空气 水 一切的事 他有能量可以自己制造 第一 他功率大 功率大 数一下速度也高 这是二十几 叫他三十几 那是很高的 第三 他一次装扎燃料 如果全功率燃烧 可以烧一年 如果不是全功率燃烧 那个烧好多年 四年都可以 二十年可以 而现在发展到现在来讲 他装一次燃料 给艇的寿命 同走起 就是艇装了 他装了一次燃料 就不用再装燃料 那么这样子 他在水底下 到处都可以跑 不用 不受限制 更为关键的是 核潜艇可以携带 多弹头的核武器 潜伏游异在大洋深处 成为令敌人防不胜防的 活动的导弹发射基地 他甚至能够确保一个国家 在遭受第一流核打击之后 仍然具备核反击能力 如果他装上洲际导弹 加上它的隐蔽性 加上它的续航力很长 那它可以覆盖世界任何地方 那导弹核潜艇 一般来讲是20枚 而是20多枚 少得也有十几枚导弹 每一个导弹有十几个分档头 每一个分档头 找上一个原子弹头 每一个原子弹头 按照现在的威力来讲 可以毁灭一个城市 好多专家讲 如果世界上发生了核战争 你如果保留了一条核潜艇 导弹核潜艇去水底下 你就足以给敌人 军事 政治 经济 中业 把它毁灭掉 叫做 它是实行第二次核打击的 有效事手段 而各种新型导弹的出现 也使核潜艇如虎偏移 不仅能够攻击地面目标 更能在海上战争中 发挥巨大的杀伤力 连有着海上巨无霸之称的 航空母舰 也不是它的对手 像在世界上公认 核潜艇如果装上了巡航导弹的 它是航空母舰的核潜 是大型军舰的核潜 为什么 因为水红导弹航程远 一两千公里了好远 而且它贴定海面飞行 它隐蔽信号 敌人不容易找到 所以美国非常害怕 说我们在中国有核潜艇 如果装上了水红导弹 那美国是吃不下的 中国需要核潜艇 前苏联拒绝援助 毛泽东说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家人询问去向 黄旭华该如何答复 正因为核潜艇 有着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 1958年6月 聂荣真亲自起草的一份绝密报告 并提交中央 题为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短短两天里 这份报告就在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邓小平手中转了一圈 并带着他们的批示重新回到了聂荣真的办公桌上 核潜艇研制计划很快启动 而黄旭华他们也从此与这个国之重器 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中国首作原子试验反应堆已经投入运行 第一艘仿制前苏联的常规潜艇也已建成 核潜艇的研制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在核潜艇中既有以鱼雷 反潜导弹 反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 也有以弹道导弹为主要武器的导弹核潜艇 对于中国来说 无论哪一种都是梦寐以求的尖端武器 从近百年来历史看待 这个列潜情的中国 大部分从海上来 我们是这样 有海有无法 海上的权益我们准备了好多 要保护我们海上权益 要保护我们那么长的海岸线 还有那么多岛屿 我们需要一个人 第二 要遏制美国或者任何国家的核核战 遏制他们的核威胁 如果没有导弹和检定 那是不行的 事实上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新中国曾多次面临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威胁 为此不得不紧锁密鼓地发展自己的核试验 然而 即便后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政府也向世界发出了严正声明 中国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如果人家向着进行核攻击的话 我们要坚决地可以报复 第一 人家向你进攻的时候 你要保存自己 不然给人家毁灭了 这个陆上的陆基的导弹 就是难度大得多了 第二 你要有力量给它防击 那么这靠 就靠核潜艇 所以现在世界上 美国这样的俄罗斯 弹那个核财军的时候 什么都弹 导弹多少 没可以减少 可以减少多少 核潜艇 一个制度 大家都不敢怕 1959年 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赫鲁晓夫来华访问 借着这个机会 我国正式提出 请前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 这个要求 被赫鲁晓夫轻蔑地 弃绝了 河流小户在他的回忆录当中 第一句话就说 中国想研制核潜艇 简直是异想天开 谁想天开 什么 赫鲁晓夫轻蔓 是天鹅热 根本是不可能 这是 叫做做梦 然后 他很傲慢地 对中国讲 核潜技术复杀 花钱多 要求高 你中国没有水平 也没能力来研制 我们苏联 有了核心 我可以保卫你 当时赫鲁晓夫建议 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 要求中国提供港口基地 给前苏联的海军使用 对此 毛泽东 言辞拒绝 按照核潜艇的回路 马上就站下 挥动他的巨大的手掌 说了一句话 您不远就 干 不远就 算了 我们中国是最高 在谈判就破裂了 然后毛泽东西在一次会议上 研究那个 简单核武器 就讲了一句 核潜艇 有网民也要口车 核潜艇 被称为 即海底核电站 海底导弹发射场 和海底城市与一体的 尖端工程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常规潜艇的研制 尚且要依赖 前苏联的转让制造 自主研发核潜艇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艇本身 就够负责 它是水下激动的成绩 它要解决水下工程 它要解决水下的航海技术 核潜艇尝试在水底下 氧气怎么来 要自己做 有害气体怎么来 要自己消除 一切都要靠自己来考虑 靠给那个常规动物 就核动物而言 核潜艇反应堆 和地面核电站用的油 是一样的 但应用条件却严苛得多 对于相关技术的要求也更高 陆地上 核电站 它的功率发出来 就是这样子 维持一次那个 它不用再怎么控制 我在停上 我功率是往前控制的 就叫它 它的能量发挥的时候 我要控制它多少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 因为停 机械性需要的 要全数 要低数 这个在路地上 第二 路地上它空间大 大好处的 我在停上空间很小 都要把它小心化 这很均衡 第三 停上 我那么多人住在停内 住在房地旁边 生活在里面 工作在里面 给路上回燃 我这个防护 放射性的 浮躁的防护 要比它们严格得多 核潜艇超乎寻常的 隐蔽性和灵活性 使它成为令人 难以琢磨的 水下导弹发射场 然而 在海里发射导弹 毕竟没有在陆地上 那么简单 导弹处的要经过水 然后经过空气 它是两个阶线 两个阶线就往前不一样的 要控制 两个阶线就都控制好 第二 我挺是活动的 位置活动 姿态有变化 摇摆啊 是深层啊 都在变化 我要呢 控制得好 控制得 最后的落点的进度 能够在我 一季之内 我这个要比路上的 要演得多 太好容易 为了一万年 也要搞出来的核潜艇 新婚一年多 黄绪华就告别了妻子和大女儿 调到北京参与研制 连同在一个单位的妻子 都不知道 他是去做了什么 直到一九六二年 他们一家人 才在核潜艇的秘密基地 一座荒凉的小岛上团聚 而远在家乡的父母兄弟 更是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对黄绪华的工作状况 一无所知 我只告诉你 家里 告诉我母亲 我说我要调北京工作 没谈其他 以后家里再三问我 你在北京哪个单位上 什么工作 我没办法答复 我母亲特别问 这你一个哥哥 弟弟妹妹 他们工作都很好 表现得好 你怎么样 以后我就 感受很少给家里谢谢 只要找我的每个月 记得先回去 对于黄绪华的父母来说 这个从小漂泊在外的儿子 留给他们的 只有一个信箱号码 常回家看看的许诺 变成了一句空话 直到去世 黄绪华的父亲 都不知道自己 这个三儿子 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七世的时候 那是六二年 那是很忙 再加上把妹的问题 我回去不了 85年的时候 情况好转 我二哥七世 我二哥的关系比较好了 我也回去不了 为什么回去 那一年85年 我们是核潜艇 准备打蛋的时候 我夫人就讲 你无用也要回去 你不回去 你会后悔一辈子 你不回去 家里会埋怨你一辈子 他就没办法 我还在一起 黄绪华的父母 都是十分敬业的医生 为了治病救人 经常顾不上家里的事 如果不是少年求学时 日本飞机的轰炸 给黄绪华留下 太过惨痛的记忆 让他萌生了 要么学飞机 要么学造船 总之 要保家卫国的念头 那么或许 他早就学了医 尽管没有子成副业 尽管长年背景离乡 黄绪华却始终相信 自己能够做到 忠孝两全 因为我理解我的父亲母亲 他对儿子的希望 就是要能够为国家做事情 如果不能为国家做事情 那对他的想法最大的不少 我自己一直有信心 我在外面干工作 我说总有一天 他们没理解我 会支持我 但是我想他不能抢 三面镜子 看清核潜艇真面目 两件梧桐玩具 研制中派上大院场 一个大陀螺 到底要表装 刚刚接触核潜艇研制的时候 摆在黄绪华他们面前的 最大问题是 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 对于这种威名赫赫的尖端武器 他们所了解的 只有核潜艇三个字的字面意思 连它是什么形状 该如何布局都茫然无知 1965年 在中国成功爆炸了 第一颗原子弹后 一度停滞的核潜艇研制工作 再度上马 可是所谓核潜艇 就是简单的把核跟潜艇 放在一起吗 我国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的 指导思想 是集中权力解决核动力 应用于潜艇的技术问题 当时核动力装置的研制 由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 彭世路率领大家来摸索 而黄旭华主要负责的是潜艇的总体设计 两方面相互协调 同步进行 我们好多年在研究 开始在 这是核动力研究 这是把这个常规动力潜艇 把它破开 总结放个黄堆就行了 是这么简单 事实上完全就两样 就等于说 搞一个平方 现在就是搞一个平方这个 那搞一个摩天楼 你是把它平方寄出来 就搞一个摩天楼 完全是两个事情 从地基 从国安密 整个结构是两个事情 为了了解核潜艇 黄旭华他们决定 发动所有相关人员 从调查研究入手 戴着三面镜子 搜罗国外新闻报道 和技术资料中 一切蛛丝马迹 逐渐拼凑出核潜艇的概冒 放大镜去找 找到一垫 用显微镜把它扩大 扩大完后 晓得它的内容 还不晓得 是真的假的 要用自己的知识 用照耀镜 想一见别 对的 提示下来 虚假的把它拍下 黄旭华的集中写 集中成一条 美国的核潜艇的小船 大家就是这么样子 经过多方寻觅和摸索 核潜艇的身影 在黄旭华他们眼中 渐渐清晰起来 并变成了图纸上绘制的雏形 可研究人员的心理 却并没有底 不知道真正的核潜艇 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正在忐忑之时 有人从国外辗转 带回来一大一小两个儿童玩具 让黄旭华他们眼前一亮 他们正是美国公开发售的 核潜艇玩具模型 它是铁皮的 铁皮可以打开来 给个盖子打开 里面十倍都有 它没有住民 拿着十倍拿着十倍 但是可以看得出 防疫堆什么 雨的发射光什么 都可以看得出 给我们画的图图 调查资料画的图图 基本上是疑似 我们就有信心 核潜的美国核潜的里面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以后美国它还晓得这个事情 马上就查封了 再也买不到 然后我们根据中国 我们定了 旗航光级技术 我们叫做旗朵进化 这旗朵进化 是动员了全国 那不晓得多少 一共是两千多个研究所 工厂给院校 才把这个搞出来 我们叫大力学统 核潜艇是成千上万 中的庞然大物 怎样才能保证 它在水中沉浮自如呢 这就需要在结构上做文章 让它的重量和福利相等 重心和福心 在一条直线上 福心在上 重心在下 如果颠倒过来 就会翻船 黄旭华他们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是缺乏先进的计算方法 和适用的试验手段 搞结构设计时 相关的大量数据 只能靠算盘加计算尺 来运算 这个我们发动大家 到所有的工厂去 把每一个设备的重量重心 要把它控制好 要把它拿着种种的 回来的时候 我们好多计算 还要调整 这一计算 这一调整 我们真的想办 靠什么 靠什么 没办法 我要动员多少人 算了多少天 才能够得出一个数字 而且 从两批人同时算 算出来的结果一样 我就相信 这个是正确的 算出来结果不一样 从头上来 不是你错就是他错 但是每一个里面的愿意 因为我们没有计算所谓 只能这样子 在解决核潜艇设计的 相关问题时 黄旭华他们自称 骑驴找马 阴漏就简 也用了很多土办法 为了控制潜艇的重量 黄旭华想了个 极其麻烦的招数 而取得的最后成果 则令人惊叹 床要建设 这个床台 又隔离起来 封起来 所以这门口 我们放了一半层 放进哪些来的东西 专门有人登记好 什么东西 多少重量 什么东西 准备装到什么地方 强盏细节灯 之后 拿出去 边缴 鱼量 放进哪出去 任何一点东西 也要登记好 在原来的地方扣除掉 几年来 一天都没有放过 这么搞 把整个艇的重量 实在在的重量 控制住了 我们做到最后 做到我们的艇下水 做定中 四千的时候 我们的重量 给我寄送的重量 相差没几顿 四千多灯的重量 我相差没几顿 而我重新给佛新界的那个 王正在的控制方位 看得出来 黄旭华在科研方面 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 他的这些个土办法 说到底 都是按科学规律办事 但是从无到有 搞核潜艇 没有点冒险精神 是不行的 在整个核潜艇 研制的过程中 需要黄旭华他们 担着风险 自己拍板拿主意的事 实在是太多了 在发射导弹时 核潜艇必须保证 自身的稳定性 否则不是打不准 就是翻了船 调研资料的时候 黄旭华他们注意到了 一条报道 据说美国的导弹核潜艇 在专门的舱室里 安装了一个 65吨重的大陀螺 利用它的高速旋转 来加强停体稳定性 这个大陀螺 可把黄旭华给难住了 我们中国当时 要造一个65吨大陀螺 不太可能 伸张能力 没有这样子 然后 65吨大陀螺 要装到艇上 再加上它的辅助设备 要给它一个相当大的参丝 我排水量控制的 很困难情况 还要加上这一个 排水量一加大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办 黄旭华发动大家 进行理论分析 并利用土办法 做了些相关试验 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大陀螺 只要在稳定仪的设计上 下功夫 就能保证潜艇不翻割 但这个结论 却引来了质疑 相当于部分人就说了 美国技术发达那么国家 它独一独来 我们中国 没有经验 技术那么落后 你不用 你将来出的问题 打不中 或者打翻了 你只能当时负责 这事情是压力很大的 黄旭华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分析和试验 是有科学依据的 不能一味迷信国外资料 在请示了聂荣真之后 他们决定 不装这个大陀螺 最后打荡的时候 证明我们的艇非常美 后来美国也没有装 不晓得到 他最后 也当向我们来搞来搞去 所以他没有装 不然我们如果再装 再搞下去 我们就算当了 在核潜艇的艇型问题上 从常规线型设计 到水滴型设计 美国很谨慎地分了三步走 那么中国是不是 也该按部就班呢 黄旭华觉得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他带领团队进行了 一系列理论分析 和模拟试验 认定了水滴线型 是最佳设计方案 决定一步到位 这大大缩短了 核潜艇研制的时间 1970年12月26日 承载着黄旭华他们的梦想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将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 命名为长征一号 正式编入人民海军战斗训练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 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我们1965年上马 1968年就开工了 三年时间 70年下水 71年就四航完毕 四航完毕 最后 最后一个航次当中 发觉到我们一个设备 除故障 然后花了好长时间 到最后 告诉了 谁交船 到74年才就是交船 这个速度 在世界上 没有那么快的 而随着几年后 导弹核潜艇的问世 笼罩了新中国许多年的 核威慑阴云 悄无声息地消散 萨协夫人当时 在位的时候 到了苏联街 给哥巴桑 讲了一段话 她说 是因为大家有 这个搭档的想法 估计 世界核当真打不起来 谁也不敢 生了 谁先动手 那人再报复你 也把你整个国家 毁灭掉 三百米深前 她亲自陪同下水 九十天远航 她欢呼拿到金牌 总设计师黄旭华 讲述中国第一代 核潜艇的传奇经历 一直到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期 国内一些媒体上 才陆续出现了 关于中国新型潜艇 和她的黄总设计师的报道 1988年 62岁的黄旭华 给年过九旬的母亲 写了一封信 在信封里 她特意塞进了一篇 关于中国核潜艇 诞生历程的文章 我母亲看来 只要一看再看 看完之后 她就对了家里的 把家里的地面 他们找几下 这边人站是 写你三哥的事情 然后她就跟这家 就三哥的事情 大家要量线 为什么讲这话 可以想忍得到 好不容易培养 我进了大学 一进了大学 开始工作 家里就不要了 三四年没回家 自然而然 在兄弟前面 在父母之家 自然而然有怨言 看那篇文章 她才发娘大悟 她过去讲过 在我相信三哥 不会做坏事 一定是做大事情 今天她肯定了 所以大家要谅解 要谅解这三个字 对我来讲的 那是太重要 我这个三十年来 这个先生负责中当 一下子掉下来 我很感谢我母亲 我也感谢我的兄弟姐妹 让我恋心 1995年 黄徐华的母亲 一百零二岁时 在家里摔了一跤 接到弟弟打雷的电话 年近七旬的黄徐华 以最快的速度 从千里之外 赶回了老家 一路不停 赶快到床前 他睡在那里 然后他闭着眼睛 是谁呀来了 我睡 我掃墙了 我掃墙了 回来看你 他就把眼睛睁起来 谁通知你呢 我没有告诉人家通知你 我知道你很麻 我说我想你 我想你讲这句话 他对眼睛麻烦的错 他想问他 把眼睛给他带来 还能够说几句话 带来眼睛 看看我们 哎呀你长肥了 长肥了 我们家常要长肥了 就是 我很高兴 就这样说 然后他就睡着了 我妹妹是一个 医务工作者 他一直给他掌完美 他突然哭了 我问他有什么苦 他没走 在家里 有他三个钟头 他就走 我弟弟说来一句话 我说 他说 你如果不回来 他没回来 还会等你 都会走 听我的妹妹讲 说阿妹 没有告诉人家 叫你回来 但是在他风铃的时候 他一直在叫 在上一哨枪 你在哪里 是什么的 一直帮你 其实等待黄许华 他许多年的 并不仅仅是 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 还有他的妻子 和三个女儿 为了研制核潜艇 黄许华总是不着家 妻子开玩笑说 他是名副其实的客家人 而对女儿们来说 爸爸答应过的话 也经常不算数 我欠小孩的赞养多 特别我的小三 但是他很小 我一回到家 他就问 爸爸 你回家来出差 不是出差在外边 回家边去出差 所以什么时候 有空带我到 他到公园计划船 我答应过他 但是没实现 这一次我是实现了 带他到公园计划船 一看对我拍得很强 一天早上拍得上帝 所以还是没有 到现在 我总是没有做 可以说一句话 就是我对主则 对国家 我遵守我的弄 三四年 我磕死了 主则给我的小道 但是对家里 对我母亲 对我的兄弟 我还没有从事 我还没有救 但是 也是名剑 他虽然是笑着说的这番话 但各种滋味 却一言难尽 对于黄许华来说 他在两个承诺之间 做出的选择 或许是必然 却不无遗憾 但他顾不上 在家 还是国的问题上徘徊 因为在突破了核潜艇 从无到有的难关之后 还有三百米深前 九十天远航 运载火箭试射等 诸多挑战 等待着他和他的团队 中国核潜艇问事后 究竟有过哪些 惊心动魄的经历呢 欢迎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